這跟你的耳機是有關係的 耳機現在帶在這邊 這是耳機的音量大小聲 那 我先做個動作給你看 這個 總音量上面有個FL 這是一個專門服飾音控同工耳機的一個按鈕 PFL也是 這邊有個按鈕 我建議你把它按下去 按下去的意思就是我現在想要聽全部 32G的東西 意思是這樣子 所以我建議你平常的狀態應該是按下去 帶著你的耳機 自己調耳機的音量大小 OK嗎 然後呢 你現在耳機已經聽到全部的 32G都在網絡 好 聽拜團來他現在在裏合的時候在彩排 欸 我想獨立聽某幾個 當你這個時候按的時候 你就是獨立去聽某幾個 其他聲音不見 沒有很重要 對 其他不見 當你拿起來的時候呢 又是聽全部 只要有一個燈亮 就只聽到那個亮 對 好棒喔 這好棒喔 Solo的意思 你不按的時候呢 那我期望你本來的狀態都是什麼 聽全部 所以我再去按ASV OK嗎 你不按就聽他嘛 意思是這樣子 這樣了解好 所以ASV我會幫你按下去 不按的話就什麼效果都沒有 都沒有 OK 就按下去 好 那這根鈕今天講的就是跟妳一起講 各位請問你 你現在音控的這個位置 你怎麼知道前面這四支喇叭 我送了什麼東西啊 不知道 各位 這是不是那四支監聽的總音量 啊啊啊啊 旁邊也有讓我監聽的鈕太好了 我一按卡我就知道鋼琴我送了什麼東西過去 有沒有看到 哇太好了不用跑來跑去 我就知道我送到第二顆是什麼 我想聽一下電子琴我送了什麼 戴著耳機我就聽到了 現在都是 可是我基本上給教會的建議就是說 你一定要先了解我平常在做什麼 你現在按的這個是不是在聽三十二 你不要按著這個 我們現在去按其他的 那就沒意義了 你還是在聽三十二加他 那幹嘛呢 所以我是你 我要聽 先不要出來 我要直接去聽他 記得聽完一定要有個習慣就是拿掉 很多人都是管你的東來西來全部都給你按 你那個耳機根本不準 你在聽誰都不知道啊 完全搞不清楚 因為他可以疊在一起讓你聽 那就沒意義了嘛 對不對 好 所以原則上 聽完要有個習慣動作拿掉除了總音量之外 OK嗎 會不會用 好 各位這四顆是幹嘛 啊 我這個不是拿去送錄影的輸出嗎 我一樣我就聽到我錄影送什麼 戴著耳機 我一樣就聽到我輔助喇叭送了什麼 OK嗎 會不會用 所以功能性是都一樣的 好不好 所以你隨時可以去聽 好 好 接下來這邊 講過了1234ST 對不對 12就是送到錄影 你沒按是不會有聲音喔 哪一天你們錄影 欸華哥沒聲音 檢查一下你那鬼12有沒有按 推改有沒有推 OK嗎 好 錄影這塊要多講 因為多的運氣散 多了